同志们欢迎来到本周剧爆料 今天爆料跟双手为您奉上2021年最全的孤韵侠情指南 太好了 温馨提示 排名没有先后爱豆不分左右 尤斐 根据普瑞斯的小说尤斐改编 这可是赢宝产后付出的第一部大剧 话题度相当之高 不过明眼人一眼就能看出来 赵丽颖和王一博之间高达10岁的年龄差 才是话题真正的风暴中心 纵使赵丽颖颜值保持的像吃了防腐剂一样 鲜嫩 但难免还有一小撮人 娇柔造作地表示 既低恋太油腻了 人家接受不了了 我叫你话读 真不是我跟你吹 女大男小的恋爱设定里 可是往往都藏着吼到牙疼的糖啊 这一次这对杰力CP将会在并肩战斗中 相互陪伴 携手开启一对意气风发的江湖之旅 这次我不逃了 跟你攻进退 艳云台 根据蒋盛南同名小说改编 唐烟 豆硝 奢施麦 荆超等人主演的古装传奇剧 该剧讲述了大辽铁血红颜 萧燕燕 凭借敢作敢为的性格 深谋远虑的眼界 在韩德让 耶律贤等人的共同努力下 将大辽推上兴盛之路的故事 你骗我 而他与豆硝饰演的摄政王韩德让 互相扶持 打破世俗枷锁 勇敢追求爱情的故事 也是本剧最值得期待的看点之一 楼阁玲瓏无云期 其中戳越多仙子 秘阳 豆硝大陆 主演阵容采用人气演员肖战 吴轩仪 俊男配美女 我叫唐三 我叫小五 神仙搭配震撼来袭 肖战饰演的唐三和吴轩仪饰演的小五 从小相依为命 在修炼武学中遇上了戴木柏等人 更是组成了人气组和泰山七怪 原著剧情中的魂力修炼成了武学之道 武魂典也变成了武王典 最让观众期待的史莱克七怪 也变成了出身于泰山学院的泰山七怪 由于原著是网络爆款小说 所以肖战和吴轩仪出演的压力并不小 让我们一起期待他们的表现吧 胡诸妇人 改编自肖如此的同名小说 该剧由大秘密和陈伟廷领先出演 因娇诸妇是缠种而引发的纷争 杨密饰演的少女 与海氏全村惨遭杀戮 失去了双筋的她被陈伟廷饰演的 方珠带回天启 从此女扮男装成为了方珠的徒弟 在奉命保护徐开成饰演的帝序时 帝序识破了海氏女子身份 对她暗生倾诉 但海氏对方珠的依赖其中 也藏着渴望 却也难以言说的感情 随着皇朝的叛乱在起 海氏勇敢地肩负起了守护太徽和平的责任 也终于选择直面帝序 帮助两人的感情 这种又嫩又甜的感情线 我真的太渴了 净双城 关于于萤火点点的森林中相拥 观众也跟随主角经历了一段 引人心碎的云荒之脸 千古绝尘 改编自《心灵所著》线下小说上古 由首次主演古装剧的周东宇 饰演女主上古 而古装男神徐凯 则是饰演了四神之一的白绝 凡间百姓若遇坎坷离合会去求神拜佛 可若是神仙呢 该剧便讲述了上古四位真神中 白绝与上古之间 几经生死离别的情神虐恋 剧情以上古的成长为主线 从灵力低位的小菜鸟 成长为身负苍生之重的主神 却终究逃不过命运的劫难枷锁 长歌行 改编自下达透明漫画作品 曾荣获中国动漫金侯奖金龙奖 该剧讲述了 刘迪丽惹巴饰演的 原太子之女李长歌 和乌磊饰演的 草原部落 贺勤阿史纳筍 两人不打不相识后 相爱相杀 最终 联手守护大唐与草原和平的故事 虽然听起来就是 甜点的爱情预警 但其实该剧的视角 更集中在少女热血成长之上 加入了更多家国情怀 女主李长歌 不同于以往的 古装大女主 一路开挂的成长路线 她的成长 更多基于对家对国的理解转变 有国才有我的高级定位 极具先明性 而剧中 迪丽热巴一改往日青田少女风 换上了一席容装 征战沙场的形象反差 也是精彩剧情之外的 又一惊喜 总而言之 2021年的古装剧阵容 简直是堪称神仙挡价 每一步都十分值得期待 好了宝宝们 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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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